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它们 我们自然就会想起中华民族的魁宝 中医和中药 中医利用天然的中草药进行人类疾病的治疗和预防 深受人们信任 天然的中草药既然能用于人类的疾病预防和治疗 将其加入动物饲料中 同样也能起到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当然 中草药除了防病治病外 在饲料中添加还具有更多的功能 那么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中草药添加剂的特点和深受人们信任的原因吧 什么是中草药添加剂? 中草药添加剂指应用我国传统的中寿因理论 中草药的物性 物味及物间关系 在续勤饲料中加入一些健脾 消失开胃 补气养血 滋阴生精 镇静安神等 调节续勤水产等动物体内阴阳平衡和驱邪扶症的中草药 这些被加入续勤饲料中的中草药 统称为中草药添加剂 了解了中草药添加剂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中草药添加剂的特点 一 天然性 动植物和矿物质是中草药添加剂的主要来源 且这些物质经过自然和人的长期选择 应用 其有效成分性质稳定 同时在处理过程中 自然状态和生物活性依然保持 所以兼具营养和腰荣价值 且无独副作用 人畜均可消化吸收 同时其加工所得副产物 对环境的污染远远低于进行化学合成时 对环境的危害 二 功能多样性 中草药功能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 其具有几十种甚至几百种有效成分 且每种成分均可发挥不同作用 其不仅含有维生素 脂肪 糖类 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而且还含有多糖 有基酸 多酚等多种活性物质 所以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 不仅可以为动物机体提供营养成分 而且可以利用多种活性物质 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中草药在我国利用已久 根据前人研究 将不同中草药进行复合配物 优势互补 从而使其产生协同作用 对机体有力因子产生积极作用 最大程度发挥中草药的作用 提高续勤生长速率 研究还发现 中草药具有抗应激 提高免疫力 改善肉质 激素养作用的功能 三 安全毒性效 食品安全 环境污染 耐药性的产生等问题 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续勤长期使用抗生素类药物 会导致以上问题的产生 所以人们越来越抗拒使用抗生素 长期使用抗生素导致耐药性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病原体细胞膜通透性 或原生制代谢过程改变 中草药作用于续勤 主要是通过刺激免疫系统 来增强机体免疫力 从而产生抑菌抗病毒作用 所以中草药不易产生克赖药性 四 来源丰富 我国中草药种类繁多 分布广泛 据统计 目前有2500多种中草药 被应用于畜牧领域 然而还有5万多种动植物中草药已被发现 但还未被开发利用 5 经济环保 大部分中草药为野生的 只有极少数为人工种植的 不仅来源比较广泛 而且基本没什么成本 经济实惠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的自备相比较抗生素等自备 条件比较简单且无污染 比较环保 为了更好保证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欧盟在2006年从法律上颁布 饲料全面健康的举措 许多国家也都立法控制 我国也于2020年7月1日实施饲料健康举措 用于饲料中的抗生素主要其防病致病作用 但药物残留 赖药性 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越来越多 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抗生素替代物 确保畜牧业更好的发展 从以上中草药添加剂的特性 我们不难发现 中草药添加剂不仅能防病致病 还具有毒副作用小 无赖药性 不易残留等优点 且来源丰富 经济环保 深受大家信任和应用 相信中草药替代抗生素 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好了 本次课程主要讲了 中草药添加剂的概念和特性 以及深受人们信任的原因 希望大家在课后能进行复习 谢谢大家